其实有些食物是可以保护眼睛的 但是保护眼睛之前真的有些地雷食物要病 像是 容易让我们身体里面 坏的胆固醇LDL上升 那LDL上升就很容易引发一些血管发炎 进而引发一些血管眼睛的发炎疾病 增加 疫情严峻大家都在家上班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眼睛一整天 叮着电脑 几个小时眼睛就出现疲劳的状况 许多人都知道吃保健食品来保养 但你是不是不太了解它呢 而你知道有很多食物其实也能保护眼睛吗 现在就跟着健康纠察队一起来保护眼睛吧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纠察队 我是队长何玉 相信大家对叶黄素都不陌生吧 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它有持续在吃叶黄素 可是怎么样还是都没有效 其实保护眼睛是需要避免很多食物的 今天我们就要请到了高明明营养师 来为我们解说该如何保护眼睛 对于长时间使用3C用眼过度的人 其实有些食物是可以保护眼睛的 但是保护眼睛之前真的有些地雷食物要避免 像是反制脂肪 反制脂肪有的像是奶茶里面的奶精 那还有一些氢化过后的烤酥油 像是一些高饼类的烤皮啊派皮啊这些 主要就是因为这些油脂容易让我们身体里面 坏的胆布纯LDL上升 那LDL上升就很容易引发一些血管发炎 进而引发一些血管眼睛的发炎疾病 增加黄氧绿病片的风险 那哪些营养素可以保护眼睛呢 常见的就是一些抗氧化的物质 像是维他命A、C、E 以及常听到的叶黄素、玉棉黄素、虾红素 还有一些可以抗发炎的油脂 像是Omega3的脂肪酸等等 我们先来聊聊最常听到的叶黄素 叶黄素其实呢 是存在于我们眼睛黄斑部里面的一个营养物质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阻挡过滤蓝光对我们的伤害 那叶黄素有些人就会想啊 吃了好像没什么效果 这个效果可能就要端看你的状况而定 有些人是觉得眼睛不舒服是眼睛干 或有些人觉得它是眼睛结状肌 比较紧绷 眼压比较高的感觉 没有办法放松 那这时候呢 叶黄素它主要是帮助我们保护 黄斑部这个地方的 其他的功能跟效果就可能比较不在它 功能的功效范围 但是呢 叶黄素还是有必要每天去补充跟每天吃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天如果大量的使用3C 看荧幕或者是滑手机 看电视 这些东西都会有蓝光 蓝光对我们的眼睛 视网膜里面的黄斑部 就是一个伤害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补充 那怎么补充呢 也不一定要从补充品来哦 天然的食物里面像是菠菜 含量就非常丰富 有研究发现一天只要6毫克的叶黄素 就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眼睛 那这6毫克的叶黄素呢 其实只要大概在半碗 煮过后的半碗菠菜里面就已经足够 那其他的像是花椰菜啊 或者是像芥菜 南瓜等等 里面都会有丰富的叶黄素存在 那要怎么吃才能让它吸收的更好呢 既然它是类胡萝卜素的营养素 就代表它是脂溶性的 脂溶性的食物只要跟油脂类的一起吃 就会比较好吸收 所以建议大家锅材就可以用炒的 加一点油 吸收就会更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虾红素是什么 虾红素其实也是跟叶黄素一样 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 但是它不只存在于虾里面 它主要是在一些棗类植物里面会出现的 那当海洋生物吃了这些棗类食物之后呢 它们的身体里面就会有虾红素这个成分 那之所以叫虾红素是因为当初发现这个物质的时候 是在一些龙虾啊虾里面的身体发现的这个营养素 所以才命名为虾红素啦 不是因为只有虾里面才有这个物质 那虾红素它跟叶黄素其实是算是相辅相成的营养素 如果我们把叶黄素想象成我们眼睛的墨镜哦 那虾红素呢就是帮我们眼睛滋润的这个水龙头 所以很多人在保护眼睛的时候都问说 要怎样保护才会更好 建议其实是很多的营养素要互相去相辅相成才是最好的 嗯 1 3 4 4 2 5 5 5 3 7 感谢观看